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位於灣仔的古籍建築藍屋 是香港現存少數設有爐台的堂樓 曾經作為醫院、廟宇、學校 以及一代宗師王飛鴻徒弟林世榮 鎮仔開辦的武館 歷史背景豐富 馬上來聽聽關於藍屋的故事 探索五六十年代老香港的生活情懷 二十年代初期起 距今差不多九十幾年 他被政府評為一級的歷史建築物 政府收藏的時候 都決定將他誤刷 將他保留下來 將他活化 他的原意就是要居民全部搬走 他說你們要搬走才能引入商業元素 藍屋也是沒有廁所 沒有洗澡房的地方 不符合一個人的最基本的需要 但是街坊說 我們在這裡都住了很多年 有些住了幾代 有些有感情 甚至我們出街買菜 又不需要關門 有人看門口 小朋友又或者有人幫忙看住客 街坊很不捨得這裡的情 有些是留在這裡住的 將來復收之後 他們仍然都會在這裡居住 其實是在03年的時候 03年的時候他們就說 他們覺得政府的安排不是那麼完善 他們也都希望自己組織了一個居民關注少數 也都密切留意一下政府的發展 那些街坊就希望留屋 留人希望這個藍屋有生氣 那你始終都留人都不阻礙你發展 都可以發展一些店 或者可以出租一些其他的地方 都可以 因為唐樓以前 那些人就 哎呀比我也不住唐樓了 撐這麼多級 原來現在的人喜歡了 可以發掘到他的優點出來 令到他的樓價就會越來越貴 租金都貴 我們灣仔來說 應該一些歷史建築物就是 法定古蹟來說 不能拆開的話 就是郵稿 但是一級 如果政府當時不是有心保留他 希望成為一個旅遊景點的話 我想都面臨清拆了 是啊 真的很少遊 因為這裡的舊城區 我很享受的是什麼呢 他一到六點鐘 很寧靜的 你看他現在很繁華 很多車卡 但六點鐘真的很寧靜 很寧靜 很舒服那種感覺 但是他還要是靠山 堅尼地道以上就山 那種空氣是很正 看看他參不參與 譬如我會開放自己的單位 給你的遊客定期 上去參觀一下 我住的環境 在板間房是怎樣 他們幾多年搬走 那個單位就在維持幾多年 那個年份的裝修 好像時間停止了 一進去已經是好像 好像現在80年代 或者70年代的裝修 這樣 還沒保留 希望你們進去可以感受 我們藍屋復收了之後 就會上面可能會有債舖 糖水舖 甚至有些社會企業在租地方 甚至你或者我都可以租一些地方來住 他們甚至計劃會做一個好像電影的場幕 就會有一個投影 這樣下去 讓居民晚上會來看片 來坐下 聊聊天 這樣 是很捨義的一個地方 我們都拭目而敗